亲爱的美业,医学美容的企业家,大家好 这一个是我第二个视频,追踪到你啦 为何追踪到你?因为你看过我第一个视频 那今天我们谈一个故事 我们手上所拿的这些塑胶卡啦 可能就是credit card啦, license啦 最重要是这种,我们叫做增值卡 那在增值卡跟我们生意有什么连接呢? 其实今天的故事就讲说如何增值你的美业生意 第一个就是用者数据 用者数据在于说生意上有什么用 尤其是做企业的 很多人都不懂得说用者的数据是很值钱的哦 比如讲你跟人家和平 比如讲人家要收购你的生意等等 都是看着用者的数据 几种用者的数据是非常有用的 就比如讲说你的客户的名单 你的客户有签约的名单 有签cost,有签facial program 然后还有有些就是我们叫做prospect 这些都是用者数据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些数据 如何去增值用者数据呢? 其实下一步就连接了 就是数字媒体的平台 那这数字媒体的平台干嘛的? 连接到你要联络的人 连接到你现有的客户 给他们不断的继续知道你的存在 你的服务 还有你的生意 除了做推广方面 数字媒体有什么作用? 我们叫做打造品牌 branding branding这个故事嘛 不是说你丢了那几百万呢 你就会很出名 而是你的出现的次序 consistency 连脸书 Instagram的AI都会明白说 当你出现某一些习惯 就比如说你打一个贴 你打一个广告 你打一个资讯等等 我们的Facebook跟Instagram 这个智能的AI 就能明白说你要找的客户是谁 你要讲的话 你要找的社群是什么 它才能很准确的帮你连接到这种的消费 除了打广告 除了用Facebook IG等等 数字媒体平台 你也需要多两样东西 如果你想增值你的生意的话 下来就是你的网页 Website 你肯定要 为什么呢 我们就讲到说 如果一个真正实战的公司 网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点 我的生意是用一种正确的轨道来操作的 还有如果你是教书的 你是教科 你是做学验的 你都需要有一个YouTube Channel 这个YouTube Channel不是为了炫耀 也不是为了好像KOL这样 有几百万人跟而赚钱 而是把你自己最重要的一样专长 打好它 今天的第三点就是 创造你自己职业的威严 所谓的威严 不是说因为你很高傲 而有一种威严 或者因为你有几百张文凭 你有威严 而是实实在在的给人明白几样东西 一样 简单清晰的知道你做什么 第二 你专业什么 第三 你的客户讲你什么 那这视频里面的三点 如果有些不懂的话 模糊 等等 或者蒙了 放心吧 点击链接 跟我联络一下 然后我们分享如何去做 加上如果你真的想挑战自己 增值的话 我有个1DC的program 那1DC就是说 在一天内 学习好这三点 谢谢你播看这个视频 我是ST 你的企业 辅导师